点击上方i黑马,选择置顶,黑马智库,创业必读,更多创业内容,请访问www.aheimek.com 中关村,这个号称中国it产业核心区,高楼总力,楼下的街道,有人懒洋洋走着,有人急匆匆跑着,他们是为生活打拼的人,无所事事的人和路人,他们有人失望落寞,也有人心怀希望和梦想。 国庆节过后的一天中午,陪七二在中关村一家火锅店吃完饭,梅老板黄志华拐进隔壁的咖啡厅,他坐在咖啡厅最后暗角落里,点一壶大红袍,摆着两包糖贵的香烟,这是他会客的习惯。 这几年,黄志华早已提挂北京生活,十天待在北京陪儿子和妻子,十天去国外旅游,剩余时间回山西打理煤炭生意。 在煤炭贵如黄金的年代,像黄志华这样的煤老板,择取缺恶财富。 然而,这也隐藏着无为常人所知的危机。 为了征资源,征地盘,征运树陷入,有些人因为假暴跌跳楼,也有人被黑社会设计,染上赌活和吸毒,甚至有些人不惜动刀动枪,故人强拆矿去灭房。 直到2008年,山西兴起轰轰烈烈的煤炭改足,煤老板们手握巨额资金,从律师舞台上四散离去。 有人问黄志华,说山西煤老板到北京定居有200万人,太阳摇头,挣到钱那不万人到北京,人数不够万把人,毕竟煤老板不是大群体。 在没老板们赢得财富的时候,这让他们摇身一变,成为上流社会人士,但随之而来的是惶恐和不安,心理落差也让他们陷入痛苦和挣扎,他们成为被时代抛弃的宠儿。 从山西逃到北京,黄志华的生活开始变得拧巴,没老板们过去有的是钱,九死一生闯过来,但其实没什么尊严。 现在解脱了,我们就想占着把钱花了。 黄志华在北京定居数年,他一直抱怨煤炭是个质人行业,但他未生活,又不得不回归煤炭。 这几年,黄志华所住的小区房价不断飙升,每平米的价格超过十亿万,对于普通人来说,他有车有房,儿子也交到国外读书,他应该很满足,但他并不快乐。 坐在咖啡厅里,他疲惫的靠在灰褐色真皮沙发背椅上,叼着烟,吐出一团团烟圈,烟雾像漩涡一样在空中打交转,缓缓升空,然后破裂散去。 你看,梅老板就像是身处在巨大的漩涡中,一步步被甩出扇隙。 梅老板,是指以煤炭生产交易而暴富的群体,这个全中国最能体现暴富奇迹的群体,正在经历天堂跌落房间一样的转变。 对于突然无事可作的梅老板们来说,如何支配手头的财富和时间,是他们后半生需要深究的问题,心性差异对命运的影响显露出来。 他们曾经走过同一条路,但从此各自走到人生差路口,以前黄志华做梅炭生意时,眼里也只有钱,当挣第一个一千万,然后还想挣更多,但现在黄志华回过头又想,这那么钱就干嘛? 失落不是,是许多梅老板在那一时期的共同反应,有人靠挥霍金钱来消遣寂寞和打发时间。 黄志华认识一个梅老板,梅矿卖了一个亿,坐吃山空,无所事事,常年周游世界,现在英语说得很有。 曾有媒体报道,一位名叫李常伟的梅老板,当时他刚从南非狩猎回来,打了四头大象,六指长颈鹿,五指斑马,花了四百多万。 那年他先后去了三四非洲,别人都打羚羊之类的。 我不打,要打就打打的,前半辈子太压力了,既然来过瘾了就过足,你能懂那种感觉吗? 如今,黄志华买起了股票,国庆节前,卖黑色焦糖股票亏了一万多,朋友劝他抛掉,他不信,结后不断攀升。 你看,今天都涨四万多了,他打开手机,红色股线在屏幕上一路爬升,他说自己不为赚钱,不然五个几百万没问题,有人总提活法。 活法是什么?那就是怎么活的问题。 黄志华毫不掩饰自己野心,他说自己有企图心,有欲望,所以想找个有意思的事去做,但法就得守规矩。 黄志华是个有想法的人,圈里朋友,一旦有事,总会问他。 但是,他提起情怀和理想,话题就聊死了,但说其委屈和社会问题,梅老板们特别理解和认可。 有一次,黄志华回山西林坟,朋友喊他到山上老院子烧烤,可以随便摘地里的蔬菜,他拒绝了,他们整天吃喝,这又啥意思? 有些梅老板也向黄志华诉苦,夜里睡不踏实,时常恐惧害怕,早晨起床陷入困惑,不知道这一天要干啥,内心空虚和纠结,觉得活得没意义。 他们总问我能干点啥,黄志华回答不了,这群梅老板文化水平低,大项目驾驭不了,觉得很复杂,简单的项目,他们又瞧不起,觉得很掉价。 即使有个感兴趣的生意,这得跟人合作,他们又觉得恶心想吐,担心那群人背后捅刀子。 黄志华说,不少梅老板不想再折腾了,担心拥有的东西,再次失去,早就过上养老日子,他们整天喝酒打毛酱,消极过日子,但是,他们不管在空虚,也没人说再回山西做梅炭生意。 当初,伴随着梅价上涨,黑梅药在山西遍地开花,矿难频频发生。 2008年9月,山西乡本领作为矿库区坏,二百七十几人死亡。 消息震动全国,以恶制矿大被由头的煤炭兼并整合玄机启动,或是成为国企股东,或是将煤矿售出套险。 无论如何选择,明明煤矿主门都不可逃避地失去了对煤矿的控制权。 与此同时,金融危机来袭,全球经济回落,煤炭需求疲软,价格急速下跌,煤老板们手握至额资金退出历史舞台。 就在黄志华看来,那个时候,山西煤炭也就是个选窝,煤老板也一步步被甩住山西,他们从此四散离去。 自山西对小煤矿施行官停定转后,不少煤老板手握巨资离场,当时风声不对,煤家行情也不好,低价把煤矿给卖了。 山西大通一位煤老板说,黄志华说,最早一批被淘汰的煤老板,资产在百万至千万量级,属于散户,那些淘汰早的,反而安全了。 黄志华也觉得煤炭行业太乱,有些是看不惯,但又不能说,刚开始,他只是为挣钱,没觉得对与错,等他有钱了,他反而纠结了,发现以前很多做法不对, 财富积累一定程度,反而会变成负担,好事也会变坏事,散场后,如何支配日额财富,又成为没老板头等问题。 在黄志华的朋友圈里,没老板并为外界传闲,带大金链子,开汗马,祖用诱报,这些人的钱,都是拿性命和心血换来的,因为钱来得太不容易。 离开山西后,大家争相投资相对稳定的房地产,有人埋怨黄志华,说你们在北京一口气卖下整单元的房子,甚至几十套,北京房价是你们没老板吵起来的。 黄志华说整单元买房是具有歧视,但整套购房属于极少数,这也跟房价没太大关系,没老板也被称为最早开发海南岛的一批人。 那里有山西没老板记忆,黄志华说,厘财山西,不少没老板在那里买房,甚至盖小区也不在少数,也正是那个时候,没老板概念被吵起来。 2008年,一下子冒出来一堆没老板,现金购买路户和汉马,他们只要大排量,然后这些事被传出去,没老板这个概念给吵热了。 黄志华把梅老板的去向勾勒出一张版图,首选地点是北京,他们把这里放作根据地,这样既能力于保护山西产业,又能为子女考虑,其次是海南,温热的气候,清新的空气,这让他们更能享受安逸的生活。 然后是云南,最次也是太原,很多梅老板把孩子送到大城市生活,不愿将他们留在山西。 回山西的孩子,要么是有自己的产业,要么是混得不好,少数小民外的梅老板,把小孩送国外。 黄志华说,黄志华认为,梅老板在有生之年,可以把财富留给下一代,即使投资失败了,将来还有发本的机会。 梅塔看似成就了山西,但也制约了山西。 当初梅老板们借着梅塔这波浪潮,被推到风口浪尖,但他们在大潮中臣服不定,迷雾索心,一时难以上岸,靠梅赚钱太容易了。 可是梅迟早会挖挖,将来的路该怎么走?黄志华陷入沉思,其实人生也是一样。 彼时,梅塔带来的巨额财富,也激发起黄志华消费下了的欲望。 2003年,黄志华是我巨子,花天酒地,吃喝嫖赌,除了违法都是没干,我能干的基本都干了。 自生梦死的生活持续了两三年便难以为继,到了2006年,喜梅生意因长期疏于管理陷入瘫痪,妻子不愿意忍受她腿蜜的状态,正来的钱会祸以空。 她觉得没有脸面在灵魂继续生活,离了婚,关了喜梅厂,去了南方。 那一年,她正好30岁,失业衰败,家庭破裂,让她对生活失去希望,而且没碳生意外也没啥生意。 她心灰意呢,找过心理医生,也想过自杀,她从此人生失去方向,但生活没法打头行驶。 为摆脱没啪,黄志华兜里穿着3000块钱,她在上海做了一阵水处理生意,随后将业务发展到了北京,她两三年没再回过山西。 黄志华在北京住久了,觉得这里规则简单透明,富有秩序,遍地都是充满激情与活力,这完全跟山西梅塔生意不同,不再担心同行踩踏,黑帮扼索。 在五道口几年,黄志华整间泡在各种会议里,发现时代变了,人们狠手讨论传统事业,聊的项目都跟互联网有关。 他所住的华清家园当时,已经有了民间硅谷的称号,美团,快手,暴风影音等公司都诞生在这里。 2005年,王兴正式在华清家园创立了校内网,迅速穿红,又迅速卖了出去,一时成为五道口创业圈子里的耀眼明星。 黄志华也打听了一下团购的业务模式,他觉得可以干。 2009年,蒙动力成立,这个建商资本,是由美老板组成,个人资产在两亿以上,最高数额达20亿。 这也让黄志华拥有创业资本,他对其他美老板说出自己想法,大家看起来听得津津乐道,但实际上都是糊里糊涂。 有次,是领导到北京开会,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内的一间酒店客房里,领导坐在床头,四个美老板们站在一旁,黄志华抱着笔记本电脑坐在床外,说起团购项目,大家听不懂。 向领导表态,头,这买卖能干,是领导拍板,志华,咱们山西出来有你这种人,太稀少了,这名领导对黄志华大家赞赏。 桥定资金的过程中,王星的美团已经上线,其他类似项目也纷纷上马。 上线半年后,一家传媒公司相议三千万的价格,将阿鸦团整体收购。 黄志华问其他美老板的意见,对方跟他说,咱们还缺这点钱吗? 2011年7月,他去参加一场互联网论坛,团购分会场里面一麻麻的三四百人。 不一会儿,王星走上台,高声宣布美团新拿了五千万美元投资。 他还打开笔记本电脑,现场展示公司银行账户。 现金储备超过六千万美元,新玩家奔至他来,百团大战的字眼也频繁被提及。 起初黄志华很是兴奋,正让他感受到打仗,带来的刺激感。 不久,黄志华感到惶恐,他在小千上浪费很大精力,又没有过瘾的渠道,越往后走,感觉让越来越难打。 这十百团大战接近战斗尾声,稍到那个阶段,团购市场就已经很成熟,团购利润模式太大,但整合资源太厉害。 中国市场太大了,商机看见了,也努力了,但还是失败了。 黄志华是后总结,最重要的是没抓住华尔街的手,智力和人力再强也得死。 阿鸭团购网排名最好成绩是全国第六名,当排名滑落到第七的时候,黄志华察觉不对,那已杀在进前三,即使排进前三,那也够呛。 其他团购网不会收购你,互联网赔就赔了,什么都没了,服务器连五万块钱都不够。 当时,黄志华所在的华清家园,共有三家团购网站,那团是其中之一,另外一家烧掉一个以后,也在百团大战中死掉。 后来,黄志华跟其他没老板解释,咱们不能干了。 他们说干啊,咱们还有钱,还一个亿,钱不够,咱们再继续砸,对我们这些人来说,赔一千多万,根本不算个事。 黄志华觉得那时没人把钱当回事,不过几个月时间,大家就能把赔的钱挣回来。 假如再少一个亿,我觉得没必要。 黄志华退缩了,黄志华后来想明白了,有些生意,真不是你有钱想做。 基因不对,你创造出来的东西价值越大,成熟的风险也越高。 阿鸦团更旺,在百团大战败下战的时候,三百公里外的大同事,梅老板风学光,正在乌龙小景去打造自己的理想王国。 梅矿被收回的第二年,大同事搞起了成绩风暴,修复大同城墙,包装云干石窟,要产业转型,树立旅游品牌。 他用半生在煤炭业截取的2.6亿元,全部投入到小小的乌龙峡上,寄望与此打造出一个新的人生。 前几年,别人都说冯学光瞎投资,甚至说他是傻子,神经病。 这其中也包括冯学光的家人,家人苦口婆心的劝冯学光,你别热腾了,以后孩子长大了,给他们留点钱,也给他们找个出路,不要像你,连个正当职业都没有。 冯学光瞬想,他把钱和公司都给孩子,这样反而是害他们。 变化太快了,你说那些房地产老板,有些人为何跳楼了? 冯学光认为,在农中文化的时代,不车不堵,那时都富不过三代。 以前三十年和东和西,现在是信息化时代。 不过三五年,和东和西就建成了。 冯学光,然而没想到,2009年的一天,冯学光正在办公室开会,几名医生打扮的陌生人突然闯进来,像专办人一样把冯学光捆走了。 他家人认为乌龙侠让冯学光精神失常了。 在医生护士面前,46岁的冯学光在无网热提案富翁的气势。 医生,护士像呵斥小孩一样呵斥他,丝毫不理会他的哭哭哀求。 频频给他打针,让他闭嘴,最后,冯学光终于爆发了。 冯学光灭露凶光,大声咆哮,我以前是挖霉的,黑白两道我都认识,你在打针,我出去之后弄死你。 这是冯学光第一次如此决绝地表明自己的身份梅老板,可笑的是,他是为死掉梅老板标签,被家园送进精神病院,而他却不得不靠这个身份来拯救自己。 他很少主动跟人提起曾经做过梅老板,每逢有人问他做什么行业,他总说,做文化的,难接触此数多了,难免会让人知道。 做煤炭生意的时候,冯学光有钱,风荒无限,梅老板是什么?那就代表有钱。 冯学光说他通过修炼,对钱的概念软变了,钱只是个数字,只是工具,就是给大家使用的。 退出梅炭生意后,冯学光的名片变成山西大同,乌龙霞文旅集团董事长,哲学博士。 冯学光讲话习惯也国立开头,路漫漫其修忍兮,无将上下而求索,协而实习之不亦乐库。 没改之后,他先后报读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班,和北京大学的国学班。 那时他养成这种讲话习惯,古人都说百战归来再读书。 冯学光说,不管没他生意,还是别的生意,其实都是打仗。 他说,知识文化水平不同,人生观价值观不一样。 你看,我平时连手表都不戴,冯学光撸起袖子,粗壮的手臂像煤炭一样有黑,大到质减,人活得简单一点,简单活得自在。 冯学光总说自己感觉生命像是中火一回,这十年来,他反而觉得时间不够用,虽然身体累,但心里他是,不再担惊受怕。 冯学光不愿剁他煤炭,总是故意绕开话题,他说没意义,那就是个弱肉强势的时代,他嘟囔好几遍,但是,冯学光上半生又绕不开煤炭,他是大同煤矿工人的儿子,深知煤矿辛苦,父亲是家里顶梁主,他要靠下井,养活一家七口人,烟井下温度低,他父亲穿后年衣下井,又湿又重。 家人打小就不愿孩子再下井挖煤,这一切随着时代在改变,二十一世纪初,搞煤矿似乎是山西正义人的终极梦想,能获得一个煤矿的承包权,足以体现财力,圆满,资源湖地位,而获得一个煤矿,无异于获得了财富源权,煤矿让冯学光财富巨增。 2007年,冯学光已经手握善意的真金,行情好的时候,日赚百八十万,有一次,冯学光和一位旅游公司的小老板聚会,对方谈起企业管理,品牌运营头头是道,冯学光却惊猛了,除了挖煤,除了请客吃饭,自己还会干什么? 这让冯学光陷入恐惧,他开始思考未来,山西省对小煤矿施行关停并转,他一夜之间解脱了。 不过,冯学光担心自己不管多么努力,无论这杯子怎么洗,最后还像煤炭一样,还都是黑的。 阿鸦团购倒闭后,破产的黄志华在机缘巧合下,不得不杀回逃离数年的山西。 再次干起老本行,黄志华前二十年几乎被煤炭捧绑。 如今,黄志华只要打开雨果悲惨的世界,老哈中不自觉浮现做煤炭生意经历,哇哇大哭,只能不断读书。 这样才能让人干净,哪怕你是坏人,最起码知道干的是坏事,也清楚知道自己是个坏人。 没至于山西,承载了太多东西,既有千万矿工的血泪,又强有力的支撑山西的GDP。 在那个时代,煤炭改写贫苦命运的机遇,煤炭储量丰富的山西大地上,数不经的财富神话陆续诞生。 黄志华记得,山西煤老板曾专门到大城市一所知名业总会消费,一晚花掉几百万,在外地花钱没人知道,这要是在当地花个三五十万,会传的满城风雨。 他听过煤老板,去过一趟澳门赌钱,这次输掉整整一个亿。 据统计,从煤炭行业释放出的民间资本高达六千亿元,而得一只银行一份报告则大大预测可能超万亿。 2001年底,中国加入世贸组织,煤炭需求迅速增加,原煤出口肚子打开。 2002年1月,国家取消电煤值倒价,煤价市场化,煤炭价格爆发市上涨,煤价从五十元不断攀升至一千四百元。 早期时候,一吨煤卖五十元都还赚钱。 你算算,这有多大的利润空间? 巨大利润刺激下,资本开始冲击个体煤矿,越来越多的人抛掉往日迎生投身其中。 这其中,就包括黄志华,他辞去了铁路系统的公职,开了一家洗煤厂。 用黄志华的话来说,2000年到2006年间,这是陕西梅探业最混乱的年代,处于无序和无规则的状态。 后来,黄志华一听到梅老板和毒破产,梅嫁暴跌跳楼或是吸毒身亡的事,他总能感觉到后背一阵阵发凉。 黄志华也暗自庆幸离开得早,如果不是当年收手的早,我很可能会家破人亡, 进监狱也很有可能,哪个梅老板不是当年豁出命该出来的,见过太多生死。 黄志华淡然一笑,黄志华记得,当时,山西境中有一座储量很大的煤矿,被村里人承包后,打算卖掉。 就被两方式立丁上,当时七八辆车开建村,愿马要人放上,矿主被关在院子里,对方开价三百万买矿,现金就在车内。 矿主说外面还有一拨人在等,我签字,我还能活,那一拨人还不打死我。 矿主便说便挪身子,试图上车,那群人恐吓他,不签字,飞你两条腿,最后,矿主被迫签字。 黄志华说,没无比,没矿交易中,就有一笔交易,出现强矿的情况。 强矿太普遍,你要敢干,看见山上有洞,你去挖,出没就行了,谁找你,你就拿钱打发。 黄志华说,有时,黄志华觉得,煤老板是典型的被资本裹挟,生死如扶贫的一个群体,他们更像是被人牵线的木偶,命运被人摆弄。 在黄志华看来,一个煤老板背后肯定有强大背景支持,不然你再有钱,你也买不到煤矿,即使买到煤矿,那也得能赶才能挣钱。 打电的人太多了,不然你干不下去。 黄志华说,大家都是抱着花钱买平安的心态,那时煤老板花的钱,多如牛毛。 但是,钱对煤老板来说,不算是,现在老说风口,什么是风口? 对那时候的山西人来说,搞煤炭就是最大的风口,那就是一波风口来了,猪都能挣钱。 在一往事,黄志华不停感叹太累了,一路走来,九死一生,你让我再回去走一遭,那可拉倒吧,正在躲也不想回去,太凶险。 煤老板的上一辈是穷怕了,饿怕了,大家卫生计才做煤炭生意。 黄志华记得,他朋友的父亲是村书记,当时煤矿还是村集体所有。 八十年代末,朋友的父亲以城邦方式拿下矿权,当时他家里穷,为养家糊口,赶着毛旅车,走几十里山路卖煤。 如今,不少没老板从农村出来后,银行户头上的数字,以每天几十万的速度往上跳,半年的收入超过了之前十几年的总和。 但黄志华早已厌倦那种担心受怕的日子,他说不管以后做什么,坚决不再让下一代碰霉,不挣钱的时候,你要到处求人,挣到钱的时候,又防止别人收拾你。 黄志华沉默十九,两眼闪过一道金光,那就是个吃人的行业。 有时,黄志华反思挣钱目的是什么? 有人挣钱之前思考这个问题,有些人挣钱后思考这个问题,有些人挣不到这个钱,永远都在思考这个问题,或者永远不去思考这个问题。 黄志华是在挣钱后才想明白这件事,梅老板有钱了,烧得慌,这就耐不住寂寞,开始追求利益或事。 但这也要量力而行,山西一位不愿居民的梅老板说,人为本性,就是动吗? 黄志华公司会计的表哥也是梅老板,抓着六千多万离开山西,先去新疆买矿,然后天津做新材料,连续投资失败。 然后,把家产卖掉,凑了两千万,又在山西太原开一家经交所,我觉得堪忧,还是得亏,黄志华一就不看好。 他还有个朋友退出煤炭业后,开投资公司,给房地产公司放贷款,收二分八利息,依靠房贷挣钱,其他梅老板看他开奔驰和宝马。 阿妮又赚钱,也把闲钱投进去,但不久房地产泡沫破了,投资公司也关了,这群梅老板破产了。 山西梅老板是历史现象,随着时代发展,将带出历史舞台。 山西省政府一位负责人曾说,在新经商、新型校、新经界、民企座谈会上表示, 再次提出梅老板以后的长远发展方向必须要转型,但是,转型也有不少现实的门槛和瓶颈,主要问题还在于经营管理和老板素质。 山西梅市中小企业局一位负责人曾分析,小煤矿利润大,但属于粗方式管理,技术含量也不高,但高科技农业和服务业,既要求惊喜管理,更有技术门槛,人才,管理技术跟不上,显然具有可大经营风险。 这段时间,黄志华的公司成立了投资部,打算在山西招个投资经理,招聘条件不高,但几个月下来,一个人没招到,他感慨,真招不到人,人才走了,有些人也不愿伺候梅老板。 在黄志华看来,山西过度依靠煤炭,信誉系统破坏特别厉害,资本也大量流失,但更重要是人才流失,没老板走了,资金走了,人才也走了,互联网一直是黄志华心中羁绊。 黄志华在北京所住的小区,地处中关村核心区,也是中国IT产业核心区域,与微软,亚洲总部,凯比斯基酒店一街之隔,周边云极了如联想,新浪,神州数码,国际集团,普京集团,中国化工集团,AMD等众多知名企业总部,这里是创业者梦想的地方。 黄志华打算东山再起,他又盘算做互联网社群经济,并注册了一个商标,叫同时,意思是共同认识。 这次他把公司地点选择在老家联粉,他说那里熟人多,在北京做互联网承担风险太大,也吃过亏,投个几百万,即使亏了,也没啥大问题。 像黄志华这样创业的梅老板不在少数,当时那批梅老板年纪四五十岁左右,养老,不甘心,但有些人想干点事吧,干一个又赔一个。 有时,黄志华抱怨梅老板是弱势群体,他们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和理解,并被外界传闻的灰金如土。 最生梦死,大家都是刀口铁鞋的日子走过来,将来之不易,大家更懂得珍惜。 秋风萧瑟,残阳如雪,黄志华从咖啡厅走出来,一股冷风吹来,他不自觉竖起衣领,然后,他长叹一口气,北京的天,真好。 因采访者要求,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,新本文内容至人民创投,ID,Renlink的作者刘宝奇,让创业不再孤独。 提升普通创业者的成功率,I黑马,I黑马,让创业者不再孤独。 商务合作,15801105017,马脑是创业黑马平台,十年间商业案例精选合集,融合了数万创业实践群体的智慧。 点击小程序可订阅马脑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